改善膝關節炎呢 這個疼痛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運動及飲食的自然療法 來喚醒我們人體治癒的能力 來改善膝關節炎的一個狀態還有它的進展 有很多人因為膝關節疼痛呢就是不敢走路 實際上我們關節是這樣就是 關節越要動它才能越來越靈活 所以你要改善膝關節疼痛呢 你反而要運動 我們再來介紹膝關節保健操 第二個呢是做膝椅小腿前後晃動 這動作非常輕鬆非常簡單 可以把這個關節粘連的部分 或是比較緊繃的部分把它打開 那活化我們膝關節的氣血 所以可以這樣的 沒事可以這樣晃動 所以我們都可以這樣做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關節 Vijay 非常輕鬆